充满童年记忆的鸡毛剑子 里面竟含千年古币 它好像是唐代的铜钱 咱们中国历史上第一枚重磅钱 包括市场拍卖的话应该不会超过五枚 买车竟送玉器 买家究竟是陪试转 客车的发动机发生过事故 大家都知道这个猫腻多 战国时期的黑科技和参考物也不多 展演收藏江湖 论剑华山之巅 大家好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 华山论剑 我是主持人田田 欢迎您收看 转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 如果您也有藏品需要鉴定的话 既可以参加我们线下的海选 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华山论剑节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 点击线上健保 就可以请专家进行在线鉴定了 本厂的所有藏品 都是通过我们的线上健保平台 还选出来的 掌声有请第一位藏友登场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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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翟博雅 小翟 哪里人呢 小翟博雅 您好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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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咱们中国历史上第一枚重宝钱 在历史上发行虚子货币一定都是有原因的 也是有后果的 因为我们说的同钱同钱 同就是钱 在古代我们钱币的价值一直以来是以计重为主的 我们所谓的四珠 五珠 六珠 半脸都是计重的 我们这位钱币是唐代的宿宗年间发行的一枚大钱 说起唐宿宗可能对历史不是很感兴趣的 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 但是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安史之乱 唐宿宗是安史之乱的重要的时刻 临危登基的 但当时我们知道安史之乱给唐朝的经济造成了很沉重的一个打击 当时国库亏空 军费也是亏空 所以为弥补这个亏空 当时在钱园元年的时候就注了钱园重宝 当时钱园重宝一枚 但我们的开园钱十枚花 这还不要紧 到第二年的时候 我们又注了这个钱园重宝的存仑钱 这个一枚呢 比那个开园钱也就是重三倍左右 但是这个是一枚当五十枚花 老百姓就不干了 不但不干 这个私注也很盛行 因为明明我用三枚这个开园钱 我就能注出因为这样的大钱 然后能够当五十枚来花 所以这个会造成这个整个这个社会经济混乱 大家都拿到这种钱都恨不得花出去 然后把那种五十枚开园 我都自己先保留 以至于后来唐超发现这个问题了以后 给他建直 先给他建到了担三十 后来不行 又最后直接给他一步建到位 建到了就担三 其实按说担三已经是一个相对平等的了 但是有一问题来了 还有很多私注的呢 还有很多私注钱 它其实不止三个的这个一个重点 所以还是引起这个混乱 所以最后干脆一步最后建到最底 就是一个担一个 就一个担这个开园钱一个来花 那这样的话 开园钱把它又不肯花了 把它给它熔炉 把它做成三个开园钱 因为它一比一来比嘛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数量就一直在减少 所以我们所看到的 前缘重宝的这种存伦的这种大钱 实际上还是比较少的 那这种溜金的这种钱呢 就更少了 因为它当时不是实用的 它主要是用于这个宫廷的这个 制作出来的一种赏赐 或者是供养用的 所以它数量非常非常的少 它具有比较高的这个历史价值 收藏价值 还有这个文化价值 鉴于此呢 我从文化价值的角度 给据您一个文化复值 文化复值已经输入系统了 我们暂时封存起来 这件藏品究竟是真是假呢 请鉴定习来变价是真 请您踏浪而行 这位美女带来的这枚 前缘重宝 荡五十重纹 的确是一枚这个溜金钱币 而且呢 整体这个溜金保存的 还算是比较完好 边上呢 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刻痕 影响了它的品项 这个唐代的这个溜金钱币呢 就像刚才刘老师说的 它呢 不是咱们的流通钱币 它是这个赏赐 或者这个供养钱 存湿量呢 确实是比较少 您这枚呢 从整体来说哈 溜金的这个层次呢 比较明显 但是现在啊 我们这个 现在这个钱币收藏呢 比较火爆 所以呢 这个造假的水平 也非常的高 这种唐代的溜金钱币呢 一直都是这个造假者的 这个重点 仿制项目 从上世纪 这个九十年代开始 市场上就不断地出现 各种各样的这种 假的溜金钱 假的溜金开源 和有这个溜金的钱源 以及一些刻花溜金的 都是层出不穷的 您这一枚呢 经过我刚才看啊 整体的这个状态呢 还是比较符合 这个唐代本朝溜金的 这个文字形制特征的 但是呢 究竟是真是假 经我鉴定 真品 我的个人鉴定一件呢 这是一枚 这是一枚 唐代 钱源重宝 虫轮 档五十 溜金钱 这枚钱币呢 从它的这个整体来看呢 文字风格 俊秀 溜金的和这个 秀的层次呢 结构也是 非常的准确 它的秀呢 在金上面 我们所说的那个 一般的假的溜金钱币 它的这个做工呢 它是用真品的钱币 进行打磨之后 现在重新溜金 所以它有的时候 那这个溜金 它会表现在 绣层的上面 但是您这个呢 从绣的层次看呢 绣也很自然 它附着在这个 金的上层 由于这个呢 在你们家啊 在件里头踢过 所以呢 它呢 一些磨损呢 就是把上面的这个绣呢 磨掉了 您这枚钱币呢 有一个遗憾啊 就是边上有一个 比较严重的一个磕碰 可能会影响 它的这个估值 但是呢 就是从目前的 这个情况上来看啊 我给您一个 就是鉴定估值 好吧 鉴定估值 也已经输入系统了 我们同样 暂时封损起来 请市场团 来谈一下 这件产品的市场分析 钱人重宝 在整个中国 钱币发展史当中呢 它是地位举足轻重的 因为它是第一枚 这个重宝钱币 而且那个这种 溜金钱币呢 也是存世非常稀少 从目前的这个馆藏来看 国内的 从国家博物馆 一直到各省市的博物馆 这种馆藏 应该不会超过十枚 然后包括市场拍卖的话 应该不会超过五枚 这个市场是有拍卖记录的 然后呢 再把这个民间 这个流通的 有一些存量加起来的话 我觉得找个20枚 应该差不多 但是想找30枚 我觉得有点困难 所以这个存量是很有限的 其实这枚钱币 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 有点可惜 这个传世的许位痕迹 有这个小的缺损 但是呢 不影响它在这个 钱币室当中的地位 所以就市场的情况 我给您出一个价格吧 专家的市场报价是 25,000元 就它的这个存世量来说 这个25,000 真的不算一个高价 因为结合拍卖来看的话 一般这种钱币 它的起拍价 就在1万到2万 所以像这个 如果说品项很好的话 能够拍到大几万 但是这个品项有受损的 我觉得可能很多钱币藏家 会有一点这个筛选的 一个可可条件的话 我觉得2万5 是一个比较好流通的价格 来揭晓它的鉴定估值 2万元 来揭晓它的文化复值 3万元 看来大家对它的价值认定 是基本一致的 那么大家的鉴定结论 是否也一致呢 马上进入 成见时刻 请各位专家输入 各自认定的鉴定结论 我们的系统将会对 鉴定结论进行 关键词重合识别 识别通过 则核见成功 识别不通过 则说明至少有一位专家 在至少一项关键词上 存在分歧 则核见失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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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五十重轮 真品 恭喜您 一件藏品让我们认识到了 在唐代 它的社会学 经济学 体现在钱币当中的重要作用 我们说钱币 特别是货币 是衡量一个时代经济发展的 一个重要的尺度 一定要尊重经济规律 那这件藏品 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惊喜 相信就它的存实量而言 未来会有更好的市场发展空间 藏品可以获得 花香轮件节目组为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 并且有资格登上我们的中华大连拍 如果想要出售的话 联系我们 好吗 好的 恭喜您 有请 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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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称呼呢 我姓李 叫李文辉 李先生 您好 您好 看一下您带来的这个藏品 好沉啊 特别重 我上手挪了一下 它纹丝不动 这边正面 这比我们健身房的那个哑铃还要多 这大概有多少斤呢 大概五十多斤吧 五十多斤 弄不一件事 你随便弄 我们看一下啊 哇 它是一个镜箱 我们都说这个古代的这个装帘 这是女子这个起居台上最重要的一个物品 它既是一个镜匣 然后也是一个梳妆台 微型梳妆台啊 很精妙啊 这儿有这么多抽屉 哎呀 真漂亮 我闻一下行吗 可以可以 随便 哎 它也有这种淡淡的香味 对 它是什么材质的呢 这是黄花梨的 这个 我们都知道黄花梨 它自带的这种淡淡的香味 叫做酱香 就是这个酱 是这个下酱的酱 怎么形容这种香味呢 应该是 就是那种花果香啊 它是铺人面的 它是给人拥抱的那种香味 但是这种酱香呢 是感觉它是很沉静的 但它也是就是 哎呀 我不太好形容 我觉得大家都去那个 博物馆闻不着 大家都去那个古安市场 找这个黄花梨来闻一闻 我觉得是一种很清爽 但是同时又很宁静 很低调的这种香啊 这个香子特别香 但我不确定 它是不是黄花梨的香 那您是怎么得到这样的一件宝贝呢 这件宝贝是我用一幅画 这个何海霞先生的画 换的 何海霞是名家啊 对 他的画作大概 这个市场价格 几万 几十万 几百万都有 当时估计是十五万吧 那您觉得它是什么年代的呢 能够初期 上面这个镜子也很新 这些配件啊 是后来又翻新了吗 不 以前这东西是很脏很旧的 之后我找人换了个镜子 然后又翻新一下 把这个所有铜镜都弄得特别漂亮 特别美 这也是对它的一种保养啊 它现在整个看起来就是这个 很规整 很端正的感觉啊 而且特别是换一面新的镜子 显得特别明亮啊 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功夫 给它来翻新呢 这个我姑娘明年要结婚 准备给她做嫁妆 这个嫁妆太漂亮了 我们都说压箱底的 那这个可真沉呢 这个既然是做嫁妆 为什么还要来鉴定呢 别人也说这个重量可能有 对 别人老说这特别重 实际黄花梨手头不这么重 如果不是黄花梨的话 它可能 不值15万了 那您可能就换亏了 当时 当时我就考虑 为什么要来这儿呢 就来鉴定一下 值不值 是不是真是假 这送给女儿用啊 别嫁妆 但是作为特别沉的硬木来说 它不是黄花梨的话 会不会是其他更加名贵的 这个木材呢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 这就需要专家给我们 需要专家给我来个鉴定一下 来 请您输入心理预期的价格 谢谢 藏有输入的是 18万人民币 为什么估18万呢 当时我这幅画是15万 我想它要升值啊 我没敢多报 我就让专家给定一定了 这个送给女儿 让她心里有个数 爸爸给你送一个好的嫁妆 就这意思 那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 是它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 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 长河携针 长河五千年 人名一脉船 甜甜把这件庄莲香 打开的那一瞬间 让我想起了 那位脱我战时袍 佐我旧时长 当窗里云冰 对镜贴花黄的花木兰 所以装莲香这种器物 对中国古代的女子来说 无疑她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实装莲香这种化妆用品的器物 历史很悠久 在西周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战汉时期的贵族们 他们所使用的套盒七莲 就已经非常精美 我们从马丸堆一号汉母出土的 彩绘双尘七莲盒 就能看到 当年女为月积者荣的精子 和贵族生活的奢华 那么到了明清时期 我们中国的木制佳期的水平 得到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 大量的贵重木材 运用到了我们日常家居的生活当中 像这种装莲香 也出现了用名贵的纸糖 黄花梨等等 这样一些材质来制作的小型的 特别精美的这样的一些器物 那么这些精美的用贵重木材 制成的庄莲香呢 就成为了那个时候 富贵人家 有钱人家的女子 就像你所说的 出嫁必备的一个嫁妆之一 比如说像这件 它的样子 前面是两扇门 打开了以后呢 里面有若干的小香 除了装梳子 壁子 胭脂 花粉以外 还可以用来装各种各样的金银珠宝 打开了一镜珠宏 关上了合适得体 这就让我想起了杜师娘 当年怒成的那口花宝箱 我估计也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那个箱子里 可是砖满了各种各样的金银珠宝啊 有金销玉笛 有紫金骨丸 有猫眼云珠 可以说杜师娘的那支八宝箱呢 盛满了天下女子 对财富最全部的幻想 这一类的装莲箱当中 只要它是古老的 我相信每一个它都是有故事的 它装满了一位女子 一辈子 全部的秘密和她所有的心思 那么这些秘密和心思呢 还会被一把小的牛鼻童锁 深深地锁住在往事的岁月当中 用我们今天无法听到的一种声音 在那里喃喃低 请专家输入文化复制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系统了 我们暂时封存起来 下面请鉴定席来 辩家时针 请您踏浪而行 有请 这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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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早上 同市场在栠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硬品 我的个人坚定结论是 现在仿民国款 肠业确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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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专家的市场报价是 也认为它是赝品 没有报价 来揭晓它的文化复制 也认为是赝品 三方阵营一致认为这件藏品是赝品都没有给出报价 我赔大夫了 当时我花了15万等约 还是要提醒广大的藏友啊 黄花梨是一种珍贵的木材 它的特点 比如说它淡淡的香味啊 比如说一般来说是不沉水的 除了根部的材料 而且它的是轻重适中的 不会重逐这些基本的特点还是要了解的 要不然那就 我觉得很难受 那就太遗憾了 感谢您的参与 谢谢 也谢谢各位老师 虽然我赔了 也谢谢各位老师和赵嘉 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 你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 你怎么称呼呢 胡军 胡先生你好 看一下带来的藏品 明代的青芳八零罐 哎呀 很大很气派的一个罐子啊 它上面画的是什么故事呢 这个是年生三级 它是完整的一个故事画面 整一个我们说环绕式的 铺在这个上面啊 这样环绕的啊 就是延续不断的这个画面 我们叫做通景画面 通景画面啊 就像 画卷展开一样 对 但是它 连续不断地转 它的这个画呢 没头没尾 嗯 只有中间呢 用这个山石和云气隔开 嗯 但是呢是连续的 这是中国传统的一个表现手法 对 挺好的 那您是怎么得到这个青花八棱罐的呢 嗯 这个的话是当时托朋友在国外买的 在法国 嗯 那是花了多少钱呢 嗯 总共七七八八加起来15万 嗯 还会有一些这个拍卖费啊 包括运输费啊这样 对 嗯 其实大家现在有网友留言说 哎我看你们这个节目啊 人家去国外都能买到好多藏品 我也想去国外淘宝 有没有这样的渠道啊 其实我特别想告诉大家 国外淘宝不是说那么简单的 没有那种国外的古玩市场 遍地是黄金 这个不存在啊 特别是我个人的经历 不管是这个去日本啊 或者去再远一点的地方去美国啊 然后包括去南美 在他们的这个古玩市场里 可以看到的 那些外国工艺品我可能不太认识 但是中国的工艺品 你比如说 旅游小商品一条街的那种 防鼓铃铛 什么那个防鼓镜子 做的就是咱们一眼假的这个 现代的铜镜对吧 都很多 其实大家打的也是一个信息差 真品精品 是万里无一 您当时也是考虑要简陋的吗 对 因为的话这个 它是一个这个人文故事的 因为可能现在的行情 就像您刚刚说过的 一部分这个古董的话 它的这个国内外 这个价格都比较透明的嘛 但是我觉得这个人物故事 这块可能相对于老外 他不太懂我们这个 中国的这个人文故事的历史 这一块 所以考虑到 这有这种简陋的可能 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啊 毕竟我们这个人文故事 它就太深了 这个连生三集的故事 可能很多老外真的不懂 对 那请您输入一个 心理预期的估价吧 藏有输入的是 15万 对 就是您购买的价格 对 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 它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 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 长河携针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全 这位先生呢 从台湾买了一件这个 新花的八方罐 刚才这位先生呢很自信 说我们懂这个 中国的人文故事 老外不懂 其实我给您说啊 就像您这样的 晚明崇祯风格的 这样的人物故事的 罐子 包括瓶子 还有其他器皿 其实在这个 晚明崇祯的时候 荷兰的东一董公司 就在中国呢 定制了大量的 这样的高级清华词的 这个作品 然后在当时呢 已经风靡欧洲了 那上面呢 表现的这个题材 像这种您说 连生三级 其实叫做平生三级 那么还有一些 童子读书啊 还有一些高式题材 人物古圣先贤题材的 其实已经很平凡了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上面的画面呢 其实也很简单 但是呢这个画面呢 表现的是这个状元呢 科考得中之后 归乡 那归乡呢 它不是说 你到家门口了之后 有人出来迎接 这个迎接的场合呢 它是要这个迎出几十里 那么迎出几十里呢 讨一个好彩头 也就是他的这个家人呢 为了这个寓意将来呢 平步清云 那么会在一个瓶子里边呢 插三只几 叫做平生三几 就是我们看到 这有一个童子 他抱着一个宝瓶 上面 宝瓶里面插着三个几 对 谐音呢叫做平生三几 而且一般的这种画面呢 它上面有个日头 也叫做指日高升 那么这个画面 其实内容很简单 但是里边的这个文化可不简单 比如说后边的这位 手里边举的这个大扇子 这个扇子呢 其实我们现在去这个宫里边 这皇帝后边呢 就有这样的这种大扇 其实这种扇呢 在古代呢叫做掌扇 也有说呢 这个扇子呢叫做五明扇 五明扇呢它的来源呢 是来自于顺 在顺的时候呢 它制作了这样的扇子 因为它是受这个摇的这个扇让 那么当时做这五明扇子的意思呢 就是广开视听 那贤人以自辅 那么广那贤人 然后来辅助自己 所以故作五明扇 那么之前呢 这是帝王享用的 后来呢就变成一些文人 世代夫阶层 他们享用的一个仪仗 身份 所以呢后边的这个扇呢 应该是科考得中了之后呢 皇帝赐予的 再看他后边的这个人呢 抱着一个大包袱 这个包袱里边呢 应该是皇帝赐予的朝服 再往后面呢 是这个一卷书 在这个包袱里面 这肯定是书囊了 代表这个文人的身份 所以这个画面上面 体现的这个画面题材呢 是我们历代呢 求贤若渴的一个象征 那么我们这样的题材 一般的情况下 它出现的时间呢 往往是乱世 比如说像元代的这个 清华词系上面呢 出现一些古圣先贤 到了这个明朝的时候呢 明朝前面的时候呢 还没有这么直接了当的 说这个问题 但是呢这个事呢 是从这个明代中期以后 这个画面出现了之后呢 在这个清朝早期的时候 依然是一个非常流行的画面 只要说有点作为的人呢 想这个求贤人 出来辅助自己 所以呢这个画面 在这个时候非常流行 但是这个流行的时间呢 也不是特别的长 再往后的时候呢 比如说在这个 期待中期的时候 这样的画片呢 在旗子系上出现呢 就并不多了 而且比如说 上面的这个画面呢 以通景的画面展开 那么这个人物 他的一个状态 是在这个 好像是在野外 是在郊外 那么一般的这样的画面呢 它是入世可围观 出世可高颖 那么它是两手准备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上面呢 表现的这个内容呢 的确是一种入世的内容 但是呢 情怀是一种初世的情怀 再加上它的肩部 是一种蓝地留白的莲花纹 代表清白连结 所以这件八方罐呢 的确如您所说 如果是真品的话 应该是明代的 而且是晚明的 这个如果是真品的话 应该是明代的最后一抹青色了 请您输入文化复制 好的 我给您输入文化复制 看您是亏了还是赚了啊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系统了 我们暂时封存 下面请鉴定袭来 辩驾时针 请您踏浪而行 有请 这个我跟常有词未美 天南地北梦相随 今天华山论剑又牵手 我们一块说说祭剑 好宝贝 这个这样的八龙罐 在 这里面有什么 一块说 就在这里面有什么 不嫌疑 不嫌疑 我们我们来带来 好 好 你不嫌疑 好 我们这边 这个 老人 你不嫌疑 你不嫌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是房贫 经我鉴定 经我鉴定 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 名 崇祯 人物 八方罐 我们搞鉴定 面对真假不回避 是真是假拿依据 我的依据是 一 写诗功夫在诗外 收上奥妙在灵感 灵感就是目彻鉴定 这种感觉 老气十足 老气表现在哪呢 古旧感 熟旧感 陈旧感 三旧 大旧 二旧 三旧 它都有 这是真品 要是房品 它有大旧 二旧 三旧 还有四旧 什么呢 做旧 这件没有做旧 为什么说它没有做旧呢 上面的牛毛纹是自然形成的 自然形成的牛毛纹是有层次的 人工的牛毛纹非常生硬 这有自然形成的牛毛纹 另外呢 它的边试一个是这个 还有一个呢 口言上的边试是成朵纹 或者叫梯形纹 下部呢是胶叶纹 三种边试 都是从这时期的 所以我说 它是一件真品 请专家输入鉴定估值 鉴定估值已经输入系统了 我们暂时封存 请市场团对这件藏品进行市场分析 以往所见到的这种类型的画片 八方罐呢 实际上它的题材画片 我们常规相对容易见到 所以以往 见到我印象当中是从 因为它的品项的原因 从十万一里到十来二十万不等 这个取决于它的整体的 那个画面的艺术表现力 那么这一件作品 我觉得它的画片呢 相对比较常规 跟以往呢 对比这个罐子的发射呢 在我看来 它属于还可以 但不算是非常精彩的发射 以及它的人物画片呢 还不算是我所见过的 最精彩的那种 所以呢 根据我以往的市场经历 我给它输入一个 我的对它大概的一个市场估值 专家输入的市场报价是 8万5千元 来揭晓它的鉴定估值 10万元 来揭晓它的文化复值 15万元 大家对于它的价值认定 还是比较一致的 那大家的鉴定结论 又是否一致呢 马上进入 成见时刻 请各位参加 输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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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转发 转发 Amaya 谢谢 谢谢 多谢您 有请 有请本场的最后一位藏友登场 主持人好 你好 孙先生老师好 你怎么称呼呢 我每位孙先生 孙先生 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 这是一块 玉气 看着像是一股骨玉 但不确定是年代 它这个玉气特别的小巧 而且性色很丰富 上面是淡淡的黄褐色 下面是这种深褐色 是一个瘦头 挺有意思的 您是怎么得到这样的藏品呢 这块玉也不算是我的 但我可以犹豫 是不是要还给它 什么叫不算是呢 这块玉是我 我之前通过朋友买了一辆二手车 那个卖车的人说是这个车矿也挺不错的 当时我一看也挺好就买去了 当时我回去想整修这个车的时候 人家师傅说了有问题 这个车的发动机发生过事故 我回头就去找那个买二手车的那人 他就不承认这个事 那没办法呀 就相当于多花了这两三万块钱 后来呢 毕竟这个车就是我自己的 我就想好好地收拾收拾它 在这个车的内饰啊 就是主驾和这个等位的那个中间加分里边 就看到了这块玉 当时看得挺古朴 我就想着呀 看它值不值钱 能不能比我多花的那两三万块钱 或者是说 要是如果是真的好东西啊 要不要还给它 买二手车 其实也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这个事情 它里边 大家都知道这个猫腻尔多 有很多讲究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但我知道一辆汽油车 它最关键的部位就是它的发动机了 对对对 一个运转良好的发动机 和一个出过重大事故的发动机 它的价值和它的功能就是差别很大的 对 还是要看看这件藏品怎么样啊 如果这件藏品好的话 主动权就在您手里了 可以协商啊 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吧 好 藏有输入的是 两万元 为什么估两万呢 就是想到我亏在那买车那两万块钱吧 能不能抵 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 它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 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 长河携针 长河五千年 文明已卖船 藏有您好 我看到您带来的这件藏品呢 它应该是一个代勾的勾手 那么这个代勾这件东西呢 是干什么用的呢 它在古代的时候呢 它应该是 竖记衣服和佩戴之用的 那么代勾呢 它主要是分为了三个组成部分 分别是勾手 勾身以及勾扭 那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 先将这个勾扭固定在 带具的其中一端 那么另外一端呢 由这个勾手 穿记 然后扣在这个代环之上 那么达到了这种收紧衣物和悬挂配饰 或者器具的这种功用 那么另外呢 我们中国最早的代勾的发现 也是在梁祖文化时期 有这个出土文物的发现的 但是呢 到了夏商周时期呢 这就断档了 我们至今考古发觉 是没有在这三个朝代 再有见过这个代勾的出土文物 到了春秋中期的时候 我们再次地能够见到它的实物 然后一直到了战国 秦汉时期达到了一个巅峰的状态 在中国呢 也是圣极一时 是遍布了中国的大江南北 那么直到这个汉晋时期 那么又流行了代勾 代勾的出现呢 渐渐地就把代勾这一类的东西呢 淡出了市场 那么以至于在往后随唐 五代时期了啊 这一段时间 代勾呢 都是退出了历史舞台的 都是没有再见到它的实物了 直到宋代时期 魔谷之风的兴起 再次地把代勾 带入了大家的眼帘 那么这个时期的代勾的产生呢 就跟以前的数系的功用 有所区别了 那么这个时期的代勾呢 就是文人士大夫的一种 把玩玩上的用具了 那么直到了 袁明清三朝的时候 又把这一种功用呢 再次地推向了一个高峰 这就是它整个一个 器物的发展演变的历史 那么这一件呢 应该是一个代勾的勾手 一个勾头 它是应该是 一组当中的这么一段 勾头的部分 那么这应该也是一个 组合的代勾 因为以前的预料非常珍贵 也不多的 所以它会用组合 这种成组的方式来进行配套 那么接下来 我给您输入一个文化复制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系统了 我们暂时封存起来 下面请鉴定席来 变价时针 请您踏浪而行 有请 这个玉兽的造型 无论是它这种 勾形的双耳 这种近似于 这个菱形的双眼 很宽很高的鼻帘 然后 然后很大的嘴 刺着牙 这个胡须都翘着 这种凶猛的神态 这种工艺特征 基本上可以把它定为 东周晚期 甚至可以说就是战国吧 战国中晚期 然后这种 把若干的小玉节 组合在一起 然后用 里面用铁心给穿上 这样类似于能摘出一个勾手的这种代勾 据我所知 全中国目前只有出土 考古挖掘出土的只有两件 一件是现在珍藏在洛阳博物馆 它是当时在洛阳的西区一个工地出土的 战国晚期的 第二件是在河南碧阳出土的 那个组合性的代勾呢 收藏在河南省博物院 它是十节组合在一起 它怎么组合的呢 就是这是勾手的部分 有一个半通不通的一个圆孔 然后后面一直到身子 一直到尾巴 接连的非常紧密 中间用一根铁心给它胶筑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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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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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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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